Hello 欢迎来到我们的即场Marketplace 很开心邀请到一位做Marketing专家的朋友 就是Edwin 从事Digital Marketing和不同Marketing工作 Edwin 真是想问问你 最近你知道有疫情有不同的生意经营状况 做Marketing听很多朋友说 都死无存私 是不是真的这么淡 其实我觉得现在整个疫情环境下 其实是做就了新的商业模式 因为始终你没得出街 但是没得出街 其实人是需要social的动物 始终他都需要找方法去social 只不过是由线下转到线上的方式 我觉得是一鸡死一鸡鸣 可能传统的Marketing要比较弱 当然大家没出街 但是Digital Marketing 这类比较新兴的市场推广方式又兴起了 但是 agency fee 收到这么少 可能以前十多% 现在都可能帮忙管理一下 Facebook account IG account 收到一千多百 广告公司要做很多客户 怎么办 你始终越来越多人做 而且门槛又低了 你那个竞争态都没有我后悔 我也知道 Edmond 你自己除了从事Marketing工作之外 四五年前 都见你搞了 关于玩具品牌 或者玩具YouTube Channel 为什么当时会有兴趣做这一番 其实一开始就有两位朋友去做 然后我就继续去帮忙 一起玩一份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喜欢收藏玩具 有什么漂亮的玩具 我可以想起以前小时候 都继续去砌渣枯 砌渣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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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现在在整个中国市场 IP是一种很新兴的东西 这几年整个中国市场都很大力推动IP 变相来说 玩具就是跟IP等待双构一环 它就是一个这样挖起的新的市场 它那个玩法很多阳性 因为最主要是它是属于奢侈品 但是又是属于一个大多数人都可以 能够的奢侈品 变相来说 而且它的门額很低 只要你喜欢看电视 看卡通片 或者是喜欢看一些英雄电影 其实它已经很容易去喜爱这个人 你这样说 我想起以前我小时候 一九九几年 没有事做 走去讯火走走走 现在走去现时点 都是假的 买一下Figure 看看一些刊物 学习一些最新的模型资讯 但是一件这些IP product 会不会的Sales cycle太短呢 好像以前我们老一辈的 Sanreal 那些青蛙 那些Hello Kitty 接着到Star War 现在又有Marvel 十年八左右 又流行一些新的IP 然后转过头 dry out 就没人买了 其实玩具产业的Marketing 会不会都很难做 有一定的竞争力 但是 因为始终IP 它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就是版权 基本上 Internetural property 是一个有版权的东西 那你本身的版权 已经有很多粉丝 简单来说 譬如Marvel Marvel 它的粉丝还很多 全球也是 好了 在这个时候 你出了一个 例如Ironman 的一个figure 基本上 所有喜欢Ironman 的粉丝 都很有可能 是你的potential customer 你基本上 要推出这个产品 在短期又可以爆发 还有IP是一个很有趣的行业 你要不断去renew 它 就像Marvel 例如Ironman 也好 Captain America 也好 这些是半个世纪之前的事情 但是到今天又突然爆起 其实是看下 你作为IP owner 你懂不懂如何去renew 它 很多的 你想想以前Batman Spiderman 隔几年又reboot 又拍三个空 很多 很多 纳不小心 以前小时候都看的 论者都死了 现在又有些新的版本 甘田一 那些 那些Orla 那些写的都未完的故事 但是 我们做这些consumer profit 我们面向都是消费者 但我都知道 Alman 最近在一个科研的领域里面 都做了一个科研的marketing 这些这么taggy 这么B2B 这么难入口的东西 做起marketing上来 会不会难很多 当然有一定的难度 其实我觉得 真正最难的地方是 就是Biotech生物科技 听来好像很遥远 好像不太关我事 不太关大家事 但其实它又可以很关你事 因为生物科技 它科研出来的产品 是可以很贴地 可以是你平时需要用到的 譬如我们现在公司 出了一些修复膏 一些修复的软膏 它可以帮你伤口愈合 那这些东西 其实是我们日常生活 会遇到很多 那这个时候 只要我们适当地 把那个概念 可以教育回普罗大众的消费者 告诉他们 我们这些东西是新博科技製造 但是 其实这些东西都很贴地 是一些很适合利用的东西 而在市面上 是有一种新的方式 去解决现有的问题 这样去重新 要时间 要时间 形成一些普罗大众 形式包启 但是这样说 Almond 你想想万寿雷敦 或者其他不同医药的牌子 例如毕尼童 你都要花多少的市场 去做TVC 广告 直入式的也好 或者entitlement的广告 让大家认识了这个产品 查到医药的好难 那我们才会 消费者才会购买 或者很庞大的市场 那怎样可以令到一些科研所 研究出来的产品 可以直入到消费者的心中 应该要做些什么市场 先从本身来讲 就是这个产品本身 产品本身是有一定的优势 因为生物科技 其实跟中医的药理 或者西医的药理 很大不同 可能中医会偏向以草药为主 西医会以一些现成的药物 或者一些化学物为主 但是生物科技 是先讨计了整个人体的 运行方式 再針对一些部分 去做一些研究 然后出一种产品 所以它的功效 有时会很针对性 而且可能市面上未有的 现有的产品 它对于伤口修复来讲 主要是几个范畴 第一 就是消炎 第二 清炕 第三 就是保持湿润 可能会围绕这些地方为主 对于伤口真正去修复 可能都是要靠人的身体 就是我自己的修复力为主 但是因为有包艇 它可以做到一种 令到你的伤口增强了回复能力 令到它很难埋的伤口 也有办法埋得到 这个时候 有很多需要这些东西的人 他们暂时没有这个产品 突然之间出现 你只要针对他们去做这些东西 这个会是现在包艇方面的优势 在这个时候 你需要的价格相对少 因为竞争者比较少 反而反而你的难度 会在于你如何去找到 一些需要这些产品的人 但是做这些市场 因为始终 之前我们也和一些嘉宾朋友分享过 有时你要做一些OTC的药物 做某些设计品牌子的推广 始终不像其他的 例如sale广告 sale玩具 sale文具 什么都可以说的 有很多regulation 没错 不知道这一方面 会否限制了你做marketing的想法策略 要跟着regulation 从而很大影响 当然有的 不过因为我们始终包含大部分的东西 都未属于药物 主要都是以保健为主 我们都会以保健品的方式 去推出市场 regulation当然有 譬如有很多disease的名词 你不能出 但是你的产品 其实对那些disease是很有帮助的 你要想办法如何去twist 例如有些terms 你不能出的 有些治疗 医疗 或者药 这些字眼 你自己要小心去找 这个要靠copywriting 写手 赞稿 要小心 到最后 Alman 有没有一两句给我们读者朋友 为我们挺中 做marketing 应该怎么做最好呢 其实我自己个人的看法 就是做marketing 最重要是懂得变 这个世界 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我忘记了哪位伟人说过 但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不会变的东西 就是变 我觉得marketing 是很适合要用 因为marketing 一定要与时并进 因为以往 可能是很流行 这个 Billboard 各方面的广告 到之后可能出现了TVC 然后再慢慢去转化到 现在有Digital Marketing 有Facebook IG WeChat 很多 到了有一天 可能在这些地方又泛滥了 可能成效又越低 你要再寻求新的方法 你要不断去keep up 和这个时代去keep up 我觉得marketing 你不能用死一套去骂天下 这个就比较难 一定要保持着 跟着时代走 不断去下转 好像我们今天的嘉宾 由传统 Digital Marketing 从事广告的推广 到玩具 到B2B 看看下一个思潮 会是哪一个产业 因为现在大健康产业 也很流行 所以我相信 医药 大健康的产业 仍然可以做 喜欢看影片的时候 在下面按comment share like 分享出去 最重要的是 按个小钟 订阅我们 希望下次再见到大家 拜拜